該場尋船事故發生於1888年8月22日 當日舊金山灣區非常大霧能見度過低 從香港駛到舊金山的黑船海洋號和赤斯特號相撞 海洋號是當年世界上最大的船 巨大的撞擊導致赤斯特號一劈兩半迅速下沉 整個過程只有6分鐘 這個時候幸好海洋號上的多名華裔船員及時伸出援手 赤斯特號當時載有106名船員及乘客 有90人獲救 將人員傷亡降至最低 國家海洋及大氣層管理局海洋遺產項目主任德加多博士表示 這次發現殘骸提醒我們 當面臨突如其來的災難時 無論來自哪個族裔 人類的善良戰勝在一起 NOAA海洋遺產項目地區協調員舒威曼也發表同一個觀點 去找到Chester 城市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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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城市 這次發現有些著述的信息 他們在河南海海洋遺產了 中國船員在河南海海洋遺產的天氣 他們被危險了 發現了設施特號的痕跡 並最終得到確認 當局不會對殘骸進行打撓 因為殘骸經過海水多年腐蝕 不會對航行船隻造成威脅 星島記者李娜 五惠行 報導